由陈伟霆、白百合、秦海禄、李献等主演的电视剧 南方有乔木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播出后热度居高不下 大榜热搜 剧集聚焦无人机事业得到了《人民日报》和央媒肯定 彰显了新时代的极客精神 极具现实主义价值 此外 剧中十月 陈伟霆、氏、宇南桥、白百合、氏和安宁、秦海禄、氏之间的感情纠葛 也是网友关注的重点 三元关系牵动着粉丝的心 今晚迎来大结局 众树CP经历风雨忠诚眷属 十月高调求婚南桥 但背景复杂的十月如何得到正值强硬的男妇认可 安宁会怎么应对十月的背叛呢 一起去剧中寻找答案吧 南方有桥目中重述CP的感情 因为一记耳光终于明朗 十月和南桥经历过风雨后美好的爱情 也让剧集不再虐心 而是充满了甜蜜的气息 但这种甜蜜却依然面临着挑战 其中来自安宁的挑战将在大结局中迎来一个小高潮 大结局中 南桥无意中撞破阿泰的步伐交易被其绑架 走上不归路的安宁赶到后 想要杀掉南桥灭口 关键时刻十月赶到救下南桥的同时 含泪劝说安宁自首 但安宁还是决然离开 除了安宁 两人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男妇 十月背景复杂 英雾会被开除之后走错路 还和女大佬安宁有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去 而南桥却家境良好自身能力强 一手创立即刻飞行 再加上南父思维传统性格正直 这一关不会那么容易过 但结局十月在海边 趁着载人无人机成功发布的时机 向南桥高调求婚 显然成功过关 具体是月会如何征服月父的心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